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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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 这天晚上 焚香供奉 祈求妻姐能传她手艺 通她心窍 星空下 女孩们聚在一起 穿蒸豆巧 分享美食 观星祈愿 巧果做起来 其实很简单 准备面粉600克 白砂糖50克 酵母4克 牛奶250克 油30克 鸡蛋一只 牛奶中 倒入酵母和白砂糖 搅拌至融化 没有颗粒 再加入鸡蛋和油脂 搅拌至顺滑 搅拌好的牛奶糊糊 分次倒进面粉中 一次不要加太多 少量多次 用筷子搅拌成絮状 就可以上手揉了 揉成一个表面烧光的面团 盖上盖子或者是保鲜膜 长温发酵半小时左右 发酵后面撕开 里面呈现这样的蜂窝状 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上一些干粉 再次按揉排出气泡 再搓揉成长条 在月饼模具中 撒入干粉 把面剂子放进去 挤压成形即可 没有传统模具 或者是月饼模具的朋友 可以用擀面杖 把面团擀平 用刀切成形 或者是用一些水果 蔬菜的模具 压制成一个又一个 可爱的小面饼 炉灶开小火 煎锅不用刷油 把做好的巧果胚子 放进锅里 小火慢煎 期间用筷子慢慢地翻动 巧果慢慢地变得膨胀 表皮变得蓬松发黄 就可以出锅了 刚做好的巧果 表皮酥脆 里面绵软 奶香十足 7月初期 也是牵牛星 与织女星 距离最近的一天 女孩们便把做好的巧果 用红线穿起来 尾部装饰上布料 和花朵之类的 抛制在屋背上 让喜鹊 闲去搭桥 牛郎和织女才能夜度银河相会 也可以把巧果串成一环 挂在小儿的相间 祈祷七姐能保佣小儿 聪慧 灵巧 七夕巧果的主要成分啊 是小麦面粉 这种制作传统至今还被遵循和保留着 这是因为中国是龙羹国家 因此我们对石令 对节气的交替极为重视 七夕其实是龙羹民族 忙里偷闲的节日 在丽丘和白鹿 两个节气之间的七夕节 迎丘的意味啊 特别的浓 在这一天举行特定的仪式 祈求心灵守巧 也颇有祈求 并提前庆祝 秋季丰收的意味 毕竟 巧富难为五米之吹呢 在忙碌中放松一下 用充满希望的秋天和未来 来激励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 七夕不仅仅是在中国 能够传承千年 也受到了韩国 越南等亚洲国家 广泛使爱的原因吧 臣 土耳 吉祥宝丰收的角色